爸爸带着孩子,一家人坐在两个帐篷中间的地上 这是他们的休闲空间 这里是希腊位在爱琴海上列世波斯岛的莫瑞亚营地 希腊政府宣布将要关闭 莫瑞亚营地是由帐篷以及货柜箱建成的 原本只能收容三千人 现在却几近大约一万两千人 超过收容量的四倍 已经过度拥挤 但因为相当靠近土耳其 移民还不断涌入 9月就发生一起悲剧 当时好几十名移民要求转移到其他地方 演变成与警方冲突 移民在树下纵火强烈抗疫 没想到延烧到住的地方 造成一位母亲和他的一位孩子死亡 后来还引发移民示威 从那次事件后 希腊政府就加快速度 陆续把移民分批移送到希腊本土 并想办法能妥善解决当前危机 希腊政府表示 关闭莫瑞亚营地只是个开始 爱琴海上其他岛屿的营地 有的将直接关闭 有的将改建成可容纳数千移民的完善中心 包括学校 宗教和医疗设施 预计2020年7月将完成 目前有6万7千多宗申请庇护案件 希腊政府正在招聘额外500名工作人员 来加快处理流程 大约新闻女方编译 菲律宾出现第一起 因为吸电子烟引起的肺病案